你經歷是我們來了 不會怎麼做的話的一部分 也是我們一個很可信可信的相親 大家都講到 他的內線和外在 他笑起來像個孩子 他做起來他的風景 畢竟不能做到 他的經歷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 再說一下吧 他是55年9月7日 他的聲音不一樣 這五分的聲音很大 沒有說我正中場的教 就直接可以步行 遇到那個 五百個聲音 吳西蘭教 十六歲 十五歲以後 他只能穿著 十六年這樣 也是三家方的三十龍 是一個非常模糊可愛的 聲音有一個 給他甚至的影響 後來被遮到陸佛 在當兵六年 五年回到武漢 他爸爸是一個很努力的 武漢的一個群團 他是一個絕對風色嘉明 出身的一個 他七八年選到高校 他那個沒有太多的 學習的經歷 但是他勤奮的 勤奮的 勤奮的 大學 大學畢業以後 就不想學到 兩年七八歲 把學習做的學生 後來在武漢 那個政法院交出 也是後來到美國來 俄羅斯的 他是熱愛家鄉 熱愛祖國的 在幫助我們華人 從湖北江西 做了很多很多好事 更做了很多故事的奉獻 大家知道 去年九月一號 我們把紐約淹死了商人 他一分錢沒有說 為這個 為這個相信的事情 跑了跑去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他是免費做的 還有一個是 他沒有講的是 他在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二十八年 他一個人 落寞不深的 捐獻一萬美金 給文川大地震在裡面 他是一個愛你的人 我們國衛老鄉 或者是戰友的法律 他任何的法律問題 他都會開經檢查 資料換載 打個電話 控制他 從來沒有回來 沒有 沒有商業化 他就耐性 耐性耐性 給他的檢查 給他進行事 我們每次 國衛同樣會的活動 他都在那邊 商量好啊 做默默的做 最苦痛的工作 為大家 直接問他 這是他的性格 我們2019年的護衛 護衛大會 我們所有護衛生臺 組成一個 推薦人官 他還有那個 表演的三位官 你們看的 都非常傷心 都非常有一個人 好好的一個人 聽到這樣的武器 在這次 我們會進行過世 為我們的華人 實際上一位 在美國身當眾議的 華麗專家 我們深港外分的悲痛 希望他的青年 也節哀順變 也祝 你盡聽大律師 一路好走 我們美國護衛同鄉會 美國護衛同鄉會 一起請拜託 在下午十多年的 進行